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一集想跟大家讲讲澳洲和印度 大家都知道,澳洲由半中国殖民地变成现在是抗中的前锋 然后过去差不多两年被大陆制裁它 谁知道澳洲又似乎越制裁越删满,经济没有出现很大的衰退 当然,疫情对澳洲的经济是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总体而言,澳洲并不是情况恶劣 反而他们现在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中国问题上吹向了一致 在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澳洲总理阿博特8月9日的时候 在澳洲的报章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标题就是《印度可以完美取代中国》 进入这个正式的议题之前,请大家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钟 我们一有新片,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言归正传 阿博特出这篇文章之前 刚刚以贸易特事的身份访问印度 努力推动印度澳洲的自由贸易协定 接着8月9日,他就在《澳洲人报》这份报章上发表文章 文章里强调解决和中国的问题 几乎所有答案都在印度 阿博特提出,他说印度现在的发展 没错,比不上中国 但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的钢铁和药品生产国 再加上印度有发展美国直谷水平的科技人才 所以全球供应链来说,印度可以完美取代中国 阿博特的文章写得很坦白 他说印度和澳洲之间,如果能够迅速达成自贸协定 会是民主世界,屏气中国一个重要信号 有利印度和澳洲两国的长久繁荣 其实,阿博特做总理期间 在2015年,就签署了一项中澳自贸协定 而且他又热情款待过某个强国的皇帝 阿博特怎么解释他当年这些行为呢? 他说,他误会以为北京会走向开放 就没想到北京会对澳洲的煤炭、大物、红酒、海鲜等等的出口商品 实施一个任意的抵制 竟然用贸易当作战略的武器 明显,今时今日,澳洲那么反中、反中那么勇猛 真是似乎是被北京的经济制裁激怒了 阿博特的文章就感慨地地写 他说,现在世界的问题就是因为自由世界邀请了一个独裁的政权 进入了全球的贸易体系 所以就得到现在这么悲惨的结果 阿博特的文章还讲了很多他的自我反省 讲述他怎样看错北京 这里我不详细再讲了 这篇文章出了之后 美联社就去找中国驻澳洲大使馆 就找澳洲大使馆回应 但是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就没有回应 没有彩美联社 好了,现在就轮到分析一下印度了 印度的供应链是否真的可以取代中国呢? 又或者怎样才可以取代中国呢? 其实上一年六月中印边境冲突之前 印度还跟中国是很好的关系的 企图在美、中、澳、日之间 印度保持一个平衡 当时中国货、中国的软件 在印度还是很好卖的 小米几乎攻陷了印度市场 我在印度也是用中国的维达纸巾的 好了,到了今时今日 印度已经主动邀请澳洲加入2021年8月开始 为其两个月的美日印澳联合军演 这个军演 印度将会派出一艘导弹驱逐艦 两艘导弹护卫舰 一艘反潜作战护卫舰参与军演 其实今年四月 印澳日已经举行过第二次的 三方供应链复苏会议 主要是谈谈如何制定一个持续的计划 保证印、澳、日三个国家的供应链 不会中断 以及作出一些风险的管理 简单来说 就是什么呢? 澳洲不要突然不卖千年资源给印度 而印度的工厂也不要突然不接日本的订单 而日本你不要突然把订单给中国大陆做 而放印度飞机 即是印澳日之间 大家想清楚才埋班 不要突然缩沙 可惜之后 印度的疫情突然非常严重 大家都记得 有传媒拍摄到露天烧尸体这些可怕的场面 令到供应链大转移的大计暂时停顿了 现在印度的疫情慢慢见到起色了 可能真的染病的人已经很多了 加上打了疫苗 开始出现一些群体免疫了 所以 印澳的经济贸易协定又重新摆上桌面继续谈了 如无意外很快相信日本和印度又会有新一轮贸易合作的会议 好了 事情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顺利呢? 其实主要是看印度 而印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保护主义 众所周知 印度的保护主义是非常之严重的 印度平均的关税是13.8% 是主要的经济体之中最高的 大家不要忘记 印度是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 大家以为印度很穷 但它多穷也好 它有13亿人 而且有人口红利 它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年轻的 而且它近年GDP平均增长每年是6-7% 那么重要的经济体是那么重税 怎会不影响到经济呢? 如果各个国家将供应链搬去印度 而你又继续维持重税 不肯开放市场的话 那对其他国家就非常之不公平 大家明白 那些西方国家花了一大笔钱 转移过产业链去到你印度 放弃了中国市场 都希望印度富贵了之后 出现一个13亿的市场给他们 如果你印度成为世界工厂之后 有了钱富贵了 你又不开放市场 那西方先进国家不是很吃虧? 所以他们真的也要想清楚 那印度的保护主义有多严重呢? 我就试试用怡加加斯打入印度市场 这个故事讲起了 2018年印度第一间Akea怡加加斯 在印度第四大城市海德拉巴开业 结果就搞到怡加加加斯所在的区域大失车 印度人排几个钟才进去 第一天4万人进过那间公司 大家想象一下 一间Akea怡加公司 就算比你很大也好 4万人入场一天 可见得是多么虚陷 而之后那一年 有600万人次进过这间怡加加斯 那生意当然是好 现在就预计会开25间分店 那大家猜猜一下 Akea用了多少年才打入印度市场呢? 是用了12年 严格来说 Akea30年前已经有产品在印度生产 跟印度已经有联系 但30年前有联系 用了12年才打入这个市场 怡加加斯要等到2011年 印度政府修改法例 允许外国品牌拥有100%所有权 然后还要等到2018年 才可以正式进军印度市场 可见印度市场大 生产力又强 但保护主义令西方国家怕怕 所以才造就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还有2020年 15个国家签署了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但印度不肯加入 印度不肯加入有很多因素 例如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顺差国家 而印度的农业工业又大量依赖人力 印度有五成以上还是农民 印度也担心一旦加入了RCEP 印度的本土经济会马上受到重创 但如果印度可以进一步调整关税 开放市场加入RCEP 日本澳洲将会和印度组成一个相当好的贸易伙伴 然后大家互为互利 但问题也不止这样 另外印度有顾忌 西方国家也同样有顾忌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 你想一想 现在就说中印不和 但如果西方国家将供应链搬去印度 花一大笔钱 印度就慢慢成为世界工厂 然后它就发达了 但中国的供应链也不会一夜之间完全没有了 它仍然有一定的生产力 然后如果有朝一日中印和好 14亿又加上13亿 再加上这两个国家都要核武 到时西方世界就真是仆街了 所以印度没错 可能是西方国家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但这个答案摆在眼前 偏偏又很难填上那张试卷上面 好了 现在就看看印度往后的日子 会不会山山盛盛 如果印度真真正正 是真真正正我 想通的话 那中国就投通了 最后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patreon的link在这条片的下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拜拜